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 现在的人应该很少有人听说过徐景贤 他是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贤人 原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1950年9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1年8月参加工作,高中文化 196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人帮倒台后被开除党籍 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医 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在家 足于2007年10月 以下是他有关毛泽东文革中挑选的 接班人王洪文的回忆 这里先讲一讲我所接触的王洪文 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 具体日子是1966年12月18日 开始接触王洪文 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原军人的形象 他喜欢穿军装,那时是冬天 免得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 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 前面配一个毛泽东象章 他一口东北普通话 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 偶尔能说出一两句 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 还带有很重的笔音 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 他1935年出生 比我小两岁 他童年比较苦 家里又种地 又放猪 东北的猪要放养的 要人敢 还要放马 他小学没念完 文化不是很高 他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 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 在东北看到老毛子 东北人称苏联人为老毛子 看到他们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 没东西成 就把帽子拿下来 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 我们只能在旁边看 解放以后 1951年4月 16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 他老是说 我跟你们 特别是跟你老徐 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 他喝醉了酒 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说老徐啊 我知道 你看不起我 我是放猪的 我是放牛的 你是知识分子 他是酒后土真言 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 与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参军后 在浙江湖州27军军部里 当通讯员 所以他当时跟元27军军长 内蒙古军区司令 犹太中很熟 犹太中看见他就喊小王 小王 后来 随27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 先当警卫员 后来又当通讯员 这个人胆子很大 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 到前线送信 炮火熨天 跑得累了 就拉两个死人 垫在屁股下面坐着 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往前赶路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 是有点儿资格的 但在前线也得不到提拔 回国后 部队成立军乐队 他要求去 被批怀了 我问他做什么 他说吹黑管 我现在看遍王洪文 所有的传记 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我说你吹黑管 怎么吹的 因为觉得他对音乐 没什么特殊爱好 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 反正在里面瞎吹吹 那时解放军带传帽 他一天到晚 吊儿郎当的 把帽子扔来扔去 在军乐队里 他得到一个副牌级的待遇 后来就从军乐队 吹黑管的位置上复原 他在部队里入党 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养前途 所以复原到国眠17厂 当了保全工 他告诉我 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 因为要在各个访车上加油 王洪文那时 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 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 他说 哎呦 无聊 过礼拜天 我经常到市里来玩 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 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 回厂的时候 买六瓶啤酒 左面搁置窝加两瓶 右面搁置窝加两瓶 手里再拿两瓶 拿好六瓶啤酒后 从外滩搭六路油轨电车 一面乘车 面喝啤酒 电车哐当哐当开到杨树浦 六瓶啤酒统统喝光 他后来的酗酒 与这种习惯有关系 当时一个轻工住在厂里 星期天就那么无聊的过 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 一直比较低 后来调到保卫科才提高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68块钱 他用钱很厉害 没积蓄也没有房子 要找对象很困难 1950年代末期 王洪文认识了崔根蒂 崔根蒂是上面17场托儿所的保育员 是临时工 但他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 他从小被一对老公人夫妇领养 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桥 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 王洪文觉得崔根蒂条件不错 追求了他以后就结婚了 婚后有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 文革开始后 王洪文在厂里提了四清工作队 和党委的大字棒 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 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 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 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 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 刚开始穿旧棉军装 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站起来 一身一身的换新军装 都是向部队里居要来的 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 要大一 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一 顶在肩膀上面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 用什么车 非常注意 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 从定海路搬出来 换了几个地方 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 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 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 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 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 一套是办公室 一套作为居住用 一套里有两室两厅 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 王洪文住进公寓后 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 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 种着果树 很考究 这些房子过去是科庆师 陈丕险 曹迪秋 张春桥等住的 后来马天水 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 王洪文感到 自己地位上升了 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 住了小洋房以后 他又不满足 一套不够 弄了两套 当了中央副主席后 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 很少来住 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 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 那个洋房很考究 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 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 二楼有秘密房间 看是一面穿衣镜 打开是一个暗道 从暗道走进去 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 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 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1975年 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 也不愿意住了 回到上海 搬进东湖路7号 极限在东湖路 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 近面有游泳池 网球场 住下后不久 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 要把东湖电影院滑进去 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 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 我找了一个理由 对马天水说 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 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 圈进去是不是妥的 因为我提了意见 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 他在上海有六辆车 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 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 车里有恒温设备 驾驶座和后座之问有快玻璃 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 一辆是西德的奔驰 他日常用的 一辆是上海排桥车 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 一辆是福特加 一辆是北京吉普 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使用的 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 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 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 车身是防爆钢板 非常重 他们把车开到靶场 用机枪 步枪打 用手榴弹炸 都打不穿 他到北京去 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 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 王洪文也喜欢喝酒 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 即使在宾馆 喝酒也要自己掏钱的 怎么办呢 他经常到部队去 专门找部队的军长 师长 副司令喝 今天找这个 明天找那个 常常喝的名鼎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 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卫区政委 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 变得更加趾高气扬 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 贪杯是饮 变本加厉 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 只见他一天四顿酒 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 有时人喝得糊里糊涂 舌头大大的 说话也不清楚 等他清醒的时候 就熟终于外出打猎 当时写作组的王之长 作为他的随缘 跟去杭州 帮他整理项目材料 跟了两个月 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 心中存气 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嘟嘟西湖油 下马切饮洗尘酒 高滨梁鹏欢腾坐 挥拳武功夜坐骤 深山猎兔驱快车 大江设宴泛青州 糊涂官司君修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 由于工资没有增加 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静标 经马添水批准 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 那时已经算很多了 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 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 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 这算是白喝的 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 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 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 当时国宴结束后 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 并在一起 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 一两块钱一瓶 很便宜 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 买了许多 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 王海荣 唐文生对他就很有境界 没门 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 没门 1972年 王洪文奉调从上海到中央工作 开始时没有让他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 而是委托周恩来培养他 考察他 有一次 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 同时为召开党的十大做准备 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 他就急着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 王洪文说 在北京的时候 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流盆子传 因为是古文 很深奥 他读不懂 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毛泽东对后汉书 三国志读过许多遍 称得上滚瓜烂熟 他曾说过 西汉高 文 景 武 昭各地 较有兴卫 东汉只有光武帝可读 毛泽东还曾先后叮嘱他的秘书等人 要读后汉书 把后汉书找来一读 刘盆子何许人也 刘盆子传中写道 刘盆子者 泰山是人 承阳景王章之后也是县 位于泰山脚下的泰安附近 景王刘章 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 而盆子是刘章的后代 身上有点黄鼠血统 可以算是刘氏的宗室 不过 当时他的社会地位很卑微 是个放牛娃 人称牧牛童子 新往末年 赤梅农民起义 狼牙人樊崇起兵于举 西攻长安 有人给起义军的领袖樊崇出主一说 金将军拥百万之众 西向帝城 而无称号 不如立宗室 协议诸法 以此号令 谁敢不服 樊崇采纳了这个建议 同意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 以便师出有名 号令天下 当时 在赤梅起义军中 有颈王刘章的后代 共70多人 其中树留盆子 刘帽 刘孝三人的皇族血统最近 究竟该挑选谁来当皇帝呢 赤梅军的首领樊崇宗等人商议 听说古时候 天子带兵者称为上将军 他们就想了一个有趣的办法 找了三块小木片 其中一块木片上 写了上将军三个字 作为凭证 和另外的两块空白的小木片 一起放置在一只方形的 竹器里 用摸彩的方式来确定谁当皇帝 办法想好以后 赤梅起义军在陕西华县的 正北地方筑起了高台 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 樊崇把军中的高级将领都请来 汇集在台阶下 让刘盆子等三人站在高台中间 依照年纪的大小 先后到竹器里去摸彩 牧牛童子刘盆子的年纪最小 轮到最后一个摸 却偏偏给他摸到了那块 携有上将军字样的木片凭证 于是 刘盆子侥幸当上了皇帝 将领都向他膜拜称臣 这个放牛娃当时只有15岁 刘盆子当了皇帝以后 依旧故我 经常和一般放牛娃息息 王洪文的经历 在某些方面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 他从小也放过牛 养过猪 在东北吉林的田野里干过农活 早在1968年国庆节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时 他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这段经历 毛泽东也曾经多次向别人介绍过王洪文 说他误过农 当过兵 做过工 以后又当过干部 毛泽东特意从后汉书中 挑出了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 让他阅读 无非是提醒他 按照刘盆子的资历 能力和社会地位是不行的 只是依仗着刘氏宗氏这一条 摸彩摸得了一个皇帝的宝座 你王洪文资历很浅 你要有自知之明 如果不学习 少长进 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 即使身居高位 仍然不务正业 整天和一帮木儿嬉戏 最后将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 毛泽东对王洪文 却是抱有希望的 但同时 心中也有隐忧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宣拔一个工人担任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 是有过先例的 结果很不理想 王洪文能不能胜任呢 会不会又成为向中发第二呢 这一点 毛泽东是不无担忧的 他吩咐王洪文读刘盆子传 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担心和忧虑 王洪文约朱永家第二天 带了厚汉书到康平路大院里去 给他详细讲一讲刘盆子传 朱永家接到通知以后 在写作组办公室 把这篇文章又认真读了一遍 读壁 拍案而起 对坐在旁边的示威写作组几个领导核心说 意思很清楚 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刘盆子 接着 朱永家急匆匆地来到康平路我的办公室 和我商量怎么讲刘盆子传 我给朱永家出了一个主意 只做古文翻译 不发表任何议论 除了把刘盆子传 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 其他什么话都不说 第二天 在王洪文办公室里 朱永家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 王洪文听得很仔细 还自己捧着厚汉书看了许久 听完了 看完了 王洪文若有所思 一声不吭 王洪文是个乖巧人 政治嗅觉很灵 他只消把翻译成白话文的刘盆子传 听了一遍 就明白了毛泽东 叫他读这篇文章的用心所在了 但是他也是胸有诚服的人 在朱永家面前 他不动声色 读完了厚汉书刘盆子传 他也不发表读后感 故意把话题扯开去 谈了一些别的事情 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王洪文后来的所作所为 宣告了他必然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 王洪文终究没有读懂 毛泽东的担心不是多余 但王洪文终于变成了刘盆子 以上内容源自徐景贤十年一梦 感谢观看 订阅点赞与分享转发